2023年6月29日 就在2月份那条将中国AI创业推向高潮的英雄帖发布4个月后 凭借英雄帖和创始人的魅力一举成为此轮浪潮中估值最高的光年之外 突然就被美团全资收购 消息发出后甚至有人第一反应误以为这是在炒作之后快速套现 但实际上这却是美团创始人王兴在解救上铺兄弟的危难 就在6月25日向来轻伤不下火线的光年之外创始人因抑郁症病倒入院 王兴收购光年之外既是情义又是对上铺兄弟的无限信任 他曾是美团的灵魂人物也是王兴成功背后的男人 42岁从美团退休时就已身家183亿元 王兴说他是携手创业的搭档和并肩作战的战友 更是可以思想碰撞灵魂对话的一生之友 王兴和王惠文同属清华学渣 因都喜爱创业和互联网而惺惺相惜 二度创业双双辍学却造就团购一哥美团 2020年王惠文却选择告别美团 42岁的他轻描淡写地说我运气实在太好 本科之后王兴选择留学王惠文去中科院读研究生 而与此同时美国一场变革正在发生 全球首家SNS社交服务网站Frenster上线 随后立即走红 这一现象再次将王兴 王惠文的创业之心点燃 虽然拮据的王惠文在辍学创业与继续求学之间犯了难 但他深知互联网的风口已经来到 于是两人双双辍学开始创业人生 2003年王兴和王惠文搭建的草台班子 一边学编程一边做研发 两年之后校内网上线 经过宣传推广 校内网拥有了100万用户 可后期投资碰壁 竞争激烈 走投无路之际 有人提出高价收购校内网 在卖与不卖之间 团队出现分歧 王惠文不想卖掉辛苦做成的项目 但创业至今已欠款20多万 早已负债累累的项目 若继续深入 无异于雪上加霜 权衡之下他们以1600万元 卖掉校内网 王惠文用分来的钱 过起了潇洒生活 失忆过后 他又再次创业 投入无果之后 2010年王惠文与王兴再度合作 二人开始全力打造美团 在当时团购是急火的创业领域 一年时间团购网站厮杀惨烈 而美团从这场千团大战中脱颖而出 2013年3月美团拿下了全国52.4%的市场份额 千团大战胜利之后 王惠文又打入外卖领域 虽然美团起步比饿了莫晚很多 可是王惠文却仅仅依靠一场动员大会 就扭转形势 会上他豪气地表示 只要能达到日单40万的目标 就拿出40万股美团期权 奖励与会成员 甚至还会送美人一枚戒指 很快 美团业务员开启扫街模式 逐家谈判 最终也赢得自己的一方市场 2020年王惠文告别美团时 美团已成长为市值第三大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市值1.64万亿港元 当年那么多坎坷 王惠文都撑过来了 也都赢下了 如今在遇挫折 相信在王兴的出手下 王惠文依然能挺过来